好啊 拿来吧 唐三将手探入如意百宝囊之中 当他将手抽出时 掌中多了一朵连镜大花 顿时一股淡淡的幽香释放而出 那是一朵淡粉色的大花 无叶 竞长三尺 花朵极大 每一片花瓣看上去都像水晶一般晶莲剔头 小三 我给你那株人参呢 舅爷爷 博士我不愿意拿出来 实在是因为他已经被小五吃掉了 什么 白鹤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 脸色顿时变成了一片死灰 如果杨无敌不肯加入唐门的话 那就代表着白鹤和他的敏之一组也无法加入 这损失可就大了 你真的肯把他送给我 领悟则主 他跟着您应该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好 从今往后 老夫就跟着你干了 你怎么不早拿出来 早拿出来就不至于让我跟你拼成一场丢人现眼的仗 不过 先说好了 你们唐门可不许陷阻我 这个没问题 晚辈景前辈和破智一族到唐门 只是切磋药物的研究 杨无敌将骨子凑在那朵大花上 艳丽的羡慕一下 犹如风鞭一般突然手舞阻挡起来 我找了他一辈子了 没想到会这样得到 又像齐罗仙品 有了你 今后还有什么我老杨不敢制造的毒药呢 太好了 太好了 白鹤运满了 我说老杨 这个东西难道比我那株人参还有价值吗 杨无敌哈哈一笑 脸上再也看不出古板的样子 压根就不能比 知道吗 论珍贵 或许你那株水晶雪龙参更珍贵一些 可是对于我老杨来说 这株又像齐罗仙品 才更加重要 有了它 我在炼制任何药物的时候 我都不用再惧怕中毒了 而且 这又像齐罗的香味 还能令不少药物产生异变 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对于我破制一族来说 这东西就是无价之宝 让我用另外换我都肯 又像齐罗仙品 完了完了 老山羊让这么一朵花给弄疯了 我说唐三 真有你小子的 太坦微笑着说 我说老牛 还叫唐三呢 我们现在可都是唐门的一员了 各位前辈都是唐三的长辈 以后也是唐门中的长老 我的长辈和年纪比我大的朋友 都叫我小三 各位前辈也这么称呼我吧 唐三的话 顿时博得了四位组长的好感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老星星 老牛我直接带着族人跟你们回去 老山羊老白鸟 你们回去也都收拾收拾 这次 看他娘谁还敢欺负咱们